第21章黑雁学宫,冬日的寒流袭来,草木枯萎,金州学宫平添了几分萧瑟之意,但叶福天却丝毫没有受寒流的影响,这些天他的日子过得惬意而潇洒,每日除了修行便是克制法路,除此之外还能欣赏美人,都已经恶不思余生了,两个月来,竟然只回去看了余生两回,这让余生心中生出无限遐想。 金州学宫对叶福天的禁令还在,就在许多学员想着看热闹的时候,叶福天倒好,彻底的消失了,这让很多人怀疑,即便金州学宫不下禁令,叶福天他会不会出现在讲堂都成问题,秦医师姐的讲堂倒是有点可能。 冬雪无声无息的降临,吓得很大,一夜过后,变化作白茫茫的一片。 金尘,叶福天走出房间,看着漫天白雪,搓了搓手,吐出一口热气,眼眸中带着衣缕笑容。 前方的亭台孤零零的矗立在白雪之中,两旁的一切都被雪花覆盖,然而在那里却有一道身影站在雪花中,美丽的容颜有着陶醉之意,这雪,吓得真美。 叶福天抬起脚步,朝着那身影走去,白雪中立即多了许多脚印。 来到少女的身边,叶福天悄悄地看了她一眼,只见雪中的少女像是没有看到她般,美眸微微闭着,像是在安静地感受着。 叶福天也闭上了眼睛,就这么安静地站在少女的身旁,白雪不断飘落而下,两人身上都覆盖了一层雪白之色。 你在干什么?花结雨美眸缓缓睁开,含笑望着眼前的家伙,只见叶福天依旧学着她的模样。 叶福天睁开眼睛,看着花结雨的眼眸透着几分温柔之意,笑着道,陪你一起到白头。 花结雨眨了眨眼睛,看了一眼叶福天被白雪覆盖的长发,心中有着淡淡的忧伤,人生处处是陷阱,感受着雪花之美,都能被眼前这无耻的家伙拐进坑里。 两个月了,你不会把这里当作自己家里了吧? 花结雨笑盈盈地看着叶福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家里,自然也如自家一样。 叶福天很认真的道,你们两个家伙,一道声音传来,叶福天和花结雨回过头,便见一道英俊的身影含笑看着他们,道,一大早便打情骂笑,真当我这老家伙不存在啊。 呃,叶福天眼睛闪了闪,心中感叹了,知徒莫若失啊。 爹,花结雨有些委屈地喊了一声,瞪着他的他父亲,道,我究竟是不是你亲生的? 竟然每次,都帮叶福天说话,有这样的老爹吗? 除了我,青州成谁能生出这样漂亮的女儿? 中年笑着回应道,花结雨无语地看着他的父亲,两个月的接触,父亲说话的语气,竟然有了几分叶福天的口吻,这简直是。 师父就是师父,叶福天感叹一声,论境界,果然还是比他高深。 这些天的相处,他知道了老师的名字,花风流。 叶福天当时知道这名字的时候便感慨,师父的境界,果然不是他能够比的,望尘莫及。 福天,这些日来,你对法禄的修行已经完全可以出师了,随着境界的提升,自然能够刻出威力更强大的法禄。 花风流目光又落在叶福天的身上,两个月,叶福天法师修为虽只有觉醒第七重选妙境,但他却能够刻出最顶级的觉醒级法禄。 都是老师教导的好,叶福天公身道,花风流摆了摆手,你自己天赋优秀,换一个老师也一样,但却不可骄傲自满。 外面的世界园比你想象中的复杂,你要走的路,才刚刚开始,除了法禄之外,你若是有修行上的问题,也同样随时可以来找我。 弟子谨记,叶福天点了点头,好了,你去吧。 花风流点头道,叶福天点了点头,随即只见他双膝跪在雪地之上,对着花风流所在的方向连续三叩手,道,入门数月,弟子不曾行拜师之礼,虽弟子喜欢玩笑,然而之前所言却是认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教诲,必铭记于心。 说吧,叶福天这才缓缓站起身来,道,弟子倒退了。 随后,他又看向花结语,笑着道,妖精,不要太想我。 不等花结语回应,他便转身离开,走出了别院。 这小子,让我有些不习惯,花风流笑着摇了摇头,并为何会那么喜欢他,花结于美眸望向自己的父亲,他当然感受得到父亲是真喜欢叶福天,仅仅是因为天赋吗? 之前见他天赋方才收为弟子,但后来从你口中了解他的事情以及当日秋为一事,便能知晓福天玩世不恭的外表之下,却是一颗赤子之心,三年,诸多嘲讽羞辱,若是常人,脸上必刻有怨念,但在他的脸上看到的,却只有阳光,而且,仅仅是为了余生的排名,他便能站出来直面青州雪宫,可见他必是重情重义。 花风流笑着道,而这两个月的相处,我的确越来越喜欢他的性情。所以连亲生女儿都想卖了,花结于白了父亲一眼,道,即便真如你所说他有许多优点,但好受无耻,却也跑不了吧。难道你不觉得很可爱吗? 花风流笑道,花结于感觉这个世界有些凌乱,向来稳重的父亲,如今,竟像是中了某人的毒。 雪花依旧不停地飘落而下,青州雪宫覆盖在一片白雪之中,这青州城的圣地,更添了几分神圣的美感。 然而此时青州雪宫的弟子却无暇欣赏这番美景,今日清晨,雪宫之外,便有一行强者降临。 这些强者到来之后,青州雪宫的师长颜振以待,瞬间出动许多强者,甚至武道宫和术法宫都有宫主级别的人物出现,气氛非常的沉重。 外门弟子许多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一些年龄稍大的正式弟子却知道那群人来自哪里,为何而来。 他们知道,圣地的威严,将可能遭到严重的挑衅。 青州雪宫乱作一团,许多弟子纷纷朝着同一处方向汇聚而去。 叶福天走在路上看到这种情形感觉有些奇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似乎,青州雪宫像是有什么大事。 叶福天,还没到别院,叶福天便听到了有人喊自己,目光转过,便看到了一道青春靓丽的身影出现在那,脸上便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你去哪? 风情雪开口问道,回去找余生,叶福天道,荆州雪宫在召集弟子,余生哥应该已经过去了。 风情雪开口说道,叶福天目光一闪,像是在思索什么。 风情雪手捏着衣角,似乎有些紧张,旋即轻声道,我们,要不一起过去看看。 叶福天愣了下,目光看着眼前的少女,雪花不断飘落在她的身上,少女似乎显得有些紧张不安。 好啊,叶福天笑着点了点头。 嗯,少女握着衣角的手微微用力,随即主动走到叶福天的身边,两人一起朝着人群所在的方向而去。 叶福天没有和以前一样喜欢玩笑逗弄她,风情雪心中明白曾经的一切已经一去不复返,想要和以往一样那自然是心中的奢望。 经历了上次的事情,她确实成熟了许多,但即便知道失去的已经失去了,她依旧不想真的从此便成为陌路人。 对不起,风情雪忽然开口道,叶福天又是一愣,看着身旁的少女,只见少女鼓起勇气看着她,笑着道,福天,对不起。 她的美眸微有些红,这些日她时常想起父亲的话,知道自己的行为对眼前的少年意味着什么样的伤害,那是少年的尊严。 我已经忘了,叶福天微笑着道,她自然知道风情雪为什么而道歉。我和慕容秋没有关系,那之后她也找过我,我没有再和她一起出去过。 风情雪依旧解释道,即便她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挽回了,但还是要将某些事情说清楚。 不过去了,叶福天笑着道,对了,学宫发生什么事情了?风情雪渐叶福天不想再提,心中有着淡淡的失落,随即低声道,听说是黑燕城强者率领黑燕学宫的人来了。 黑燕城,叶福天脸色凝重了几分,黑燕城和青州城同为东海岛城,从小通读史书的她对一些历史比较了解。 三百年前,叶清帝和东皇大帝还未一统天下之时,乃是王侯割据的混乱时代,修行者掠夺资源的情况极为普遍。 当时黑燕城还是黑燕宗统治者,此宗门侵略性极强,多次入侵东海其他城池掠夺。 后天下一统,叶清帝和东皇大帝重新制定天下秩序,天下平定了许多,但对东海的岛城依旧疏于掌控,黑燕宗化身黑燕学宫,仍老老掌控着黑燕城。 多年来从未停止过对青州城的进犯。 在这样的背景下,黑燕学宫和青州学宫,自然也是宿敌,黑燕学宫每隔几年,叶汇率学宫抢者到来,示威挑衅,同样也有打探青州城年轻一代天赋实力之用意。 看来黑燕城野心又在萌芽了,叶福天低声道,青州城,可能不太平了,当然这些事情距离他还比较远,青州城有青州城的守护神,黑麒麟军团。 但眼下,青州学宫,却似乎有些麻烦了。 第二十二章《骄傲少年》,青州学宫,讲堂所在的区域,有一群人身穿黑衣长袍,在长袍上面,刻着三朵火焰图案,化作燕字。 叶福天和风情雪道来的时候,这边早已为了许多人,青州学宫的讲师和许多弟子都到了,甚至已经惊动了高层,公主级别的人物也陆续赶来这边。 竟然直接拦在讲堂区域之外,叶福天看到这一幕心中暗道,黑夜学宫的人,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 叶福天和风情雪的到来使得不少人露出差异之色,两个月前学宫传闻叶福天这混蛋竟然爆了女神情依,如今又和风情雪在一块,如此无耻之徒学宫怎么还不驱逐赶出青州学宫。 不过此刻他们道也没有过多在一夜福天,毕竟此刻有外敌。 他们陆续都已经知道黑夜学宫的来历,明显是挑衅而来,来者不善。 各位公主道了,此时,一行人将道路让开,只见有一行身影步入人群之中,正是武道宫和术法宫的大人物们,他们神色风锐,凝视到来的一行身影,数日前这群人登入青州城时他们便已经知道了消息,如今终于奔青州学宫来了。 绝花飞舞而下,诸人感觉身上有着丝丝寒意,不仅仅是来自雨雪,同样来自那群不速之客。 此地乃是我青州学宫讲堂所在地,诸位远道而来,不如换个地方说话,如何? 此时,一位公主走出,对着黑燕城的强者开口道,不用了,用不了多少时间,在这里就够了。 黑燕城为首中年皮肤有黑,面如阴笋,有着一双阴眼,显得极为伶俐。 冷漠的语气没有给青州学宫一点面子,当然,也不需要虚与威仪的客套,他们就是来挑事的。 请指教,青州学宫见格格主冷清风冰冷道,直入主题。 上次来青州学宫已过去数年,这数年来,我黑燕学宫又出现了一批少年英才,他们一直想要和外界交流一番,因为今日特意带他们来尝尝见识,见一见青州成圣地天才。 中年淡淡开口,随后目光扫了一眼他身后站着的一些少年,道,来之前既都喊着要见识一番,如今已经带你们来了,谁有什么想法,自己站出来。 那些少年的年龄都在18岁以下,最小的甚至只有13-14岁模样,但眼神却一个个锐利,您是青州学宫诸学员,那目光,像是透着几分不屑。 真嚣张,青州学宫学员脸色寒冷,一个个摩拳擦掌,想着教训一番这些来者不善的家伙。 只见黑雁学宫阵营之中走出一位16岁左右的少年,他身形瘦高,面容俊朗,犹如寻常书生。 黑雁学宫,木江,觉醒地九重归一境,请赐教。 少年显得彬彬有礼,拱手说道,然而却也有人从中感受到了他的骄傲,那平静的眼神像是并没有将青州学宫诸人放在眼里。 青州学宫人群之中,有一道身影走出,丘延,觉醒地九重归一境,少年开口说道,颇为沉稳,丘延在今年春季的春围大考中表现优秀,成为青州学宫证实弟子,在去年,他还是外门弟子中的风云人物,不少人都有些期待。 请,木江微微点头,丘延身形一闪,他的速度很快,身体周围流动着强大的武之翼,同时,隐隐有火焰之光环绕周身,显然,他是一位无法兼修的强者,当然,主修法师,武道为辅。 木江沉稳如山,安静站立,平静地看着对方靠近。 青州学宫一些长者面露凝重之翼,如此沉稳,怕是底气十足。 丘延眼看接近对手,火焰灵气狂躁了起来,凶猛汇聚,净化作一朵小小的莲花,但那朵莲花之中蕴藏着的火焰灵气,将周围的空气都灼烧得发出痴痴声响。 天地间飞舞着的雪花忽然间缠绕在木江的身体周围,他的身体瞬间覆盖了一层白雪,像是弥漫着一股霜气。 丘延的攻击降临,周围天地间的火焰灵气像是产生了共鸣,那朵火焰灵花居然间爆炸,化作图形。 吞噬之火,瞬间将木江的身体埋葬于巨大的莲花火海之中,这一幕让青州雪宫的弟子都露出兴奋之色,即便是觉醒镜的法师,其释放的法术爆发力依旧很强了,这木江竟然狂妄到直接承受这样的攻击,简直找死。 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得意,便看到一股可怕的寒气从木江的身上弥漫而出,那寒气像是隔绝了火焰,随后,人群见到丘延的手臂一点点的冰封,僵硬在了那里。 这,寒冰法术,荆州雪宫之人神色不大好看,对方是水系法师,水克火。 丘延冷得浑身哆嗦,寒冰不断侵袭,很快冰封了半边身子,风雪吹打在另外半边身体之上,是那样的刺骨。 再过片刻,他便要完全化作冰人。 助手,荆州雪宫有长辈呵斥到,只见木江伸出手放在丘延的脑袋上,往旁边一拍,像是拍打楼一般,丘延的身体直接躺在了地上。 荆州雪宫立即有人上前将丘延带走,若是一直放任不管,他会活生生的冰封而死。 不知对方底细的情况下便如此莽撞攻击,荆州雪宫就是这样教导弟子的吗? 太弱了,木江的神色和声音依旧平静,说完便退了回去,荆州雪宫的人都感受到了深深的寒意,在觉醒尽能够将人身体冰封,此人很强。 木江退下之后,又有一道身影走出,此人虽是少年,却眉宇如箭,浑身上下无故透着一股少年锐气,他身后甚至背着一柄剑,显然,他是一名剑修。 觉醒八重镜,少年淡淡开口,这一次,甚至连名字都懒得说,比枝木江,更显冷漠凌厉。 我来,荆州雪宫,有人走出,是青山师兄,诸人看到少年走出,不少人有着期待之意,李青山,今年春为甲榜第三,入剑阁修行。 三剑足矣,对面黑燕雪宫少年轻面一笑,狂妄,荆州雪宫弟子露出愤怒之色,太猖狂,请,李青山神色冷漠,他拔剑,剑意缭绕于身,发出呼啸之音。 剑意同样是一种五之意,而且,是非常强的五之意,类似于将天地灵气通过感之剑,明练出剑之属性,和法师的属性能力相当,剑修的攻击,非常可怕。 这次李青山比之前丘炎更谨慎,不动如山,然而对面少年却讽刺笑道,还真是听话啊。 话音落下,他的身形朝着李青山而去,情如风,中为雪花狂乱飞舞,一股风裹挟着他的身体。 风属性法师,小心,荆州学宫许多人脸色都变了,因为风属性法师主修剑术,会很可怕。 李青山神色凝重,看到对方到来,他出剑,剑若游龙,但只见寒光一闪,对方的剑在空中划过一道笔直的剑光,风之剑意,犹如闪电。 李青山手中支剑发出颤响,去强大剑意朝着虚空一指,但对方留下一剑之后便直接消失了,到了他的侧身。 师兄,许多人都盯着战场,剑修之战,非常惊险。 李青山左手拍打而出,静运气化剑,挡住这侧身一击,但对方却在此消失,出现在他身后,一道寒光一闪而逝,随后便是一道惨叫之音。 李青山的背部被划过一道血线,血流不止。 第三剑,对方收剑,直接踏着白雪走回原地,荆州学宫的人感觉更冷了些,这次黑雁学宫的来人,很强。 荆州学宫弟子若都是这种实力的话,那便不浪费时间了。 此时,黑雁学宫又有一位少年走出,这少年皮肤很白,脸上干净,但他的眼睛,却非常的骄傲,任何人只要和他对师一眼,就能够感觉到他的骄傲。 吃地,这些废物还需要你亲自出手,后面有人开口道,少年摇了摇头,既然都已经来了,当然要让他们明白自己处在怎样的层次。 我觉醒境第七重选妙境,你们无论在觉醒境第几重境界,都可以直接上。 荆州学宫弟子一片哗然,觉醒第七重,近狂言无事境界挑战,任由荆州学宫所有觉醒境弟子出战。 我倒想要领教下,杨修走了出去,上次秋为受辱,这次,希望能够证明自己。 我来站,陆续有几人走出,少年扫了他们一眼,开口道,你们,一起吧。 幻音落下,他的脚步往雪地上一踏,雪花被震开,地面上竟出现一个图案,荆州学宫走出的弟子纷纷释放自己的力量,少年像是没有看到他们般,不断原地踏步,渐渐地,地面上的图案越来越复杂,上面竟隐隐还有古老的字符。 法阵,荆州学宫的大人物脸色瞬间变得格外的凝重,少年骄傲的容颜还透着几分稚嫩之意,很可能15岁都不到,如此年轻就能够布置法阵。 而且,速度还如此之快,天地间恐怖的灵气疯狂地朝着法阵汇聚而去,少年站在中间,傲然无比,荆州学宫走出的弟子神色终于变了,但此刻已经溅在弦上不得不发,相互对视了一眼,便同时朝着对方攻击而去。 看到诸人攻击而来,黑焰学宫少年眼中闪过一道轻面冷笑,他心念一动,刹那间周身出现一道璀璨光芒,他的身后竟然出现了一幅阵图,和地面上的法阵相呼应。 去吧,少年冷漠开口,刹那间阵法中出现了许多头火焰巨蟒,朝着所有人攻击而去,杨修汇聚的法术火蟒和此刻出现的相比,犹如一条小舌般,直接被吞没掉。 荆州学宫水行宫公主往前踏了一步,刹那间天地间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许多,一股冰封一切的寒气陡然间降临,随即化作一股冰雪风暴,那一头头火蟒直接熄灭。 杨修等弟子纷纷摔倒在地上,非常狼狈,若非是水行宫公主出手,他们刚才会被火焰吞没。 天命法师,水行宫公主您是前方少年,眼眸中闪过一抹震撼。 眼前这位十五岁不到的少年,竟然,是天命法师。 第二十三章这很夜福天,天命法师,荆州学宫朱弟子露出震惊之色,那阵图,乃是命魂,难怪他能够快速刻法阵。 此少年十五岁不到,刻的法阵威力,恐怕真的能够威胁到觉醒第九重归一径的强者。 想到这,荆州学宫的学员都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若是前两人他们还隐隐认为荆州学宫有着不逊色于他们天赋的弟子,但眼前的少年,却很难找到和他天赋相当的存在了。 我听闻不久前荆州学宫举行了秋围,第一人是谁? 少年眼神骄傲无比,根本没有看那些被他击倒在地的人群,直接望向荆州学宫的大人物们。 慕容秋,诸人目光望向人群中的慕容秋, 心中并没有太大的奢望,虽说慕容秋是秋围第一,但在荆州学宫弟子看来,无论是余生还是花节语,怕是都比他强。 即便慕容秋自己都没有自信,见许多人看向他,他却依旧站在那,没有出去的意思。 之前第一站变败下阵来的丘炎,实力并不逊色于他。 荆州学宫的大人物们也看向慕容秋,但很快,他们便失望了,慕容秋似乎不敢出战。 余生,一道声音传出,说话之人是剑格格主冷清风,听闻在不久前余生已经踏入觉醒地九重归于尽,冷清风曾亲眼目睹秋围大考中余生的强势,他出战,更有把握。 余生看了冷清风一眼,却没有回话,也没有走出,脸上的表情如同石头般冷漠,像是无声地抗拒着什么。 看来,余生心中依旧很不爽,他不打算出战。 见到余生的表情诸人心头一灵,他们没有认为余生是和慕容秋一样不敢出战,而是不愿意。 这两个月来,慕容秋已进入正式地子,甚至杨修也成为数法公的一员。 但余生没有,无论是武道公还是金行公都多次邀请。 但余生,他不入,青州学公知道为什么,因为学公对某人的那道禁令和惩罚让余生很不爽。 有人甚至猜测,如果这道惩罚一直在,余生甚至可能不会加入青州学公而选择离开。 为了此事,据说青州学公的公主级别人物都争吵过,但有些人依旧不愿意妥协。 因此哪怕是此刻青州学公受到羞辱,余生却依旧不愿意出战,在他看来,青州学公对叶福天的惩罚是对叶福天的侮辱。 在这道惩罚撤销并有人给他一个交代之前,他不愿为青州学公做任何事。 看到余生的表情冷清风露出愤怒之意,并非是对余生的愤怒,而是对时钟,他非常不爽地看了一眼身旁的时钟。 青州学公不公平在先,他没有资格去指责一位少年的任性。 余生哥还在因为你的事情生气,风情雪看到这一幕青生说道,叶福天点了点头,他自然知道这家伙的脾气有多硬。 青州学公若是这样对余生他可能没什么,但惩罚的却是他也福天,以余生的脾气怎么可能出战,若是青州学公敢对余生下达这样的惩罚,他也一样。 风情雪美某有着一阵失落,余生哥不肯原谅青州学公,那么,怕是也很难原谅他。 杰宇在吗?一位公主人物开口说道,助人物光朝着人群中寻找,只见此时,有一处方向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路,花杰宇的身影出现在那里。 青州学公发生这样大的事情,他自然知道了,于是便也来了。 好美,黑夜学公的少年看到花杰宇目光都露出一抹亮光,眼前出现的少女,简直惊艳。 杰宇,看来要你出手了。 那位公主人物轻声道,青州学公的人都有些期待,三年,他们从未见过花杰宇出手,他能否战胜那些来自黑夜学公的天才少年。 如此美人,怎忍心下手,此时,那骄傲少年看着花杰宇寒笑说道,此来青州成人生地不熟,不如美人陪我几人,今日我便放过青州学公。 黑夜学公之人听到骄傲少年的话都笑了起来,有人附和道,师弟所言即逝,有美人相伴,必是一件美事,或可为两大学公一段佳话。 放肆,这群混账东西,青州学公的弟子一个个露出愤怒之色,花杰宇乃是青州学公众人心目中的完美化身,如今,竟然遭到黑夜学公之人言语如此惊薄。 闭嘴,一群废物,谁不服可以站出来说话,少年目光一扫诸人,浑身上下无不透着强大的骄傲之意,青州学公弟子只感觉受到奇耻大辱,然而,他们却既不如人。 花杰宇脸上的表情却很平静,他并未如同青州学公长辈期待的那样走出去。 美眸缓缓转播,花杰宇的目光落在了某处方向,那是叶福天所在的方向。 花杰宇自然看到了叶福天身旁的风情雪,他那平静的容颜上渐渐浮现一抹笑颜,对着叶福天绽放,轻声道,他们欺负我呢。 当花杰宇看向叶福天知识青州学公的许多弟子便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当这话音落下,许多人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他们欺负我呢,多么温柔的声音,他们心目中完美的女神,竟然对叶福天。 撒娇,没错,这不正是撒娇般的语气吗? 若是这句话是对他们所说,他们就算拼命也要出去战斗,可惜,不是。 我的心好痛,许多人看到叶福天身旁的风情雪,轻薄琴一师姐,如今又和风情雪在一块,极好色无耻于一身,为什么是她? 风情雪听到花杰宇的声音也愣了下,感受到无数头来的目光,她微微低着头,小手捏着一脚,那可是,花杰宇啊。 感受到无数道望向自己的目光,叶福天柔了柔眉心,真是,讲低调都不行啊,黑眼学宫诸人也都看向叶福天,心想这家伙莫非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像花杰宇这样漂亮的女人,竟然,对她撒娇。 叶福天往前走了一步,青州学宫的人心想,这家伙看来要冲官一怒为红眼啊,不过换作他们也会这么做,虽然可能结局会有点悲惨。 前方骄傲的少年看着叶福天走出来的身影,嘴角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道,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决定,冲官一怒。 很俗套的剧情,代价最好你承受得起,叶福天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般,笑看着对方道,你先抽自己两嘴巴,然后道歉,或许我可以让你们安然无恙地走出青州学宫。 这,青州学宫的弟子瞪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即便是冲官一怒,你能不要这么嚣张吗? 稍后被对方虐,他们青州学宫岂不是一起要丢脸? 诸人的心更痛了,这样的人竟然偏偏受美女青睐,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就连青州学宫的大人物都有些听不下去了,这家伙,吹得有点过分了啊,虽然这家伙天赋不错,但对面的少年,可是天命法师。 若是我说不呢,骄傲少年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叶福天,这家伙,脑子有问题。 既然如此,叶福天再次往前踏步,无数道目光落在他的身上,就在所有人以为他要为红颜一战之时,叶福天大声喊道,鱼声。 可,诸人一个个睁大眼睛看着叶福天,心中有一万匹也马呼啸而过,可以,很强势,这很叶福天。 即便花节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叶福天,这真是,有些丢脸啊。 东,积雪的地面颤动了起来,雪花狂乱的飞舞,鱼声魁梧的身躯大步走向人群中央,他一出场,便给人足够的威慑感, 无论是喜欢他的还是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鱼声就是天生的战士。 他一出场,黑夜学宫的一些人神色都凝重了几分,从鱼声身上的气势,便真正感觉到了威压, 这绝非是之前那些出战的青州学宫弟子能够相比的,甚至,可能根本不在一个层级。 青州学宫的大人物们感觉有些丢脸,他们叫不动鱼声, 然而叶福天只需要喊两个字就够了,这真的是,有点打脸啊。 不过却也让他们暗暗松了口气,只要鱼声愿意出战便好。 鱼声看了一眼花结雨,开口道,嫂子,交给我。 呃,助人有些傻眼,嫂子,花结雨眨了眨眼睛,有点后悔了, 横上道,叶福天心中赞了一声,余声果然变了,变得更懂事了。 只见余声目光望向那骄傲少年,伸出手指,冰冷道,滚回去, 让境界高点的人来,免得说我欺负你。 霸气,青州学宫的人赞了一声,就是要这样狂。 不久前某人也这样狂,他们只感觉很丢脸, 但余声则就完全不一样了,岂是叶福天那厚颜无耻之徒能够比的。 第24章霸道,云天昊此刻很不爽,他乃是天命法师, 本以为自己已经很狂了,但没想到,还有人比他更狂。 这两个走出来的家伙,一个比一个嚣张,一看便是个蠢货, 云天昊冰冷开口,身上灵气流动, 却见这时木将这时候走出来道,师弟,我先来吧。 说吧,他便直接走上前去,余声给他不小的压力, 还是他先来试探下余声的实力? 免得师弟吃亏,在黑炼雪宫,云天昊是天之骄子般的存在, 众星捧月。 好,师兄替我教训下这蠢货,云天昊点了点头, 将位置让给了木将,只见木将身体周围透着强烈的寒冰之意, 天地间的水之灵气与之共鸣。 余声,让他横着出去, 叶福天听到云天昊称余声为蠢货不由得非常不爽, 冰冷开口。 好,余声点头,随后便朝前方踏步而出, 大地颤动,犹如地震般, 木将凝视着前方魁梧的身躯, 神色非常凝重, 他的深浅,一股可怕的寒冰之意流动着, 隐隐有一股寒冰风暴诞生。 冬,余声脚步踏来, 木将眼神中释放一道寒芒, 顷刻间寒冰风暴刮过, 余声的身体上瞬间覆盖了一层寒霜, 人还未知,便想要将余声身体冰封。 法术,冰封之术, 好强,诸人见到余声身上不断有冰霜出现, 内心震撼,觉醒境界, 竟然能够隔空江人冰封, 对方对灵气的掌控已经接近荣耀法师的层次了。 然而只见余声身上释放一道金色之光, 顷刻间冰霜不断粉碎炸裂, 木浴金色光辉的余声犹如一尊战神, 直接降临木将身前抬手便朝着对方身体抓去。 冰封,木浆大喝一声, 刹那间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一股骇人的寒冰风暴席卷而出, 人群见到余声的身体瞬间被寒冰之气淹没, 之前丘延便是这样被对方轻易冰封击败。 然而, 余声朝前伸出的手臂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只是震颤了下, 便将寒冰之气直接抖落, 金色流光流转于手臂之上, 木浆想要退, 一位法师被战士靠近, 如果法术没有让对方倒下, 那么就只有推一条路。 但他的动作又如何能够快过余声的手臂, 脖子瞬间被扣住, 随后他便感觉身体轻飘飘的, 在诸人震撼的注视下, 木浆整个人被余声单臂提起, 举在空中。 放手, 少年云天好冷喝一声, 却见余声直接抡起手臂朝着地面砸了下去, 轰得一声俱响, 随后传出木浆的惨叫声以及骨骼碎裂的声音。 服帖说了, 要让他横着出去, 自然就不能让他还能走。 空间变得寂静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进阶凝视那魁梧如战神般的少年。 真是, 暴力啊, 荆州学宫的人只感觉热血沸腾, 好帅, 有女学员发出惊叹, 黑夜学宫嚣张不可一世的木浆, 秒败秋炎, 让秋为第一的慕容秋不敢走出来, 但余生, 一条手臂直接将他抡起砸在地上, 何等的霸道强势。 此事结束之后, 谁敢跟我抢人, 就是与我为敌。 战楼楼主木光扫视周围的公主级别人物, 他实在太喜欢余生了, 天生为战而生。 哼, 与你为敌又如何? 旁边金行公公主挟了他一眼, 有些不屑, 不抢。 可能吗? 余生, 他要定了, 只有叶福天并未感觉到吃惊, 随便来一个人若是都想要挑战余生, 那简直是对余生的侮辱, 同境界。 找虐而已, 还有谁? 余生见黑夜学宫的人将木浆抬走, 霸道的眼眸扫向对面, 少年云天昊往前踏出一步, 但却有一只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阻止了他走出去。 黑夜学宫为首一年中年自然感受到了余生的强横, 之前木浆上场就是他受益的, 为了试探余生的实力, 此刻亲眼见到了余生的强大, 自然更不能让云天昊去冒险, 虽然云天昊乃天命法师, 越境战斗对于他而言轻而易举, 但前方那少年是个怪物, 以云天昊如今的境界, 和他战斗有风险。 这一战, 我们认输, 英年中年说到, 云天昊有些不服, 但也没说什么。 既然认输, 那就滚吧。 有青州学宫的宫主人物开口道, 一场战败而已, 你们已经败下三战, 难道青州学宫觉醒近万千弟子, 只有一人能拿出手吗? 英年中年讽刺道, 一人, 横扫你们足够了, 余生声音霸道, 狂妄, 云天昊怒道, 我若觉醒第九重镜, 在我面前, 你如楼椅。 之前是谁大言不惭挑战觉醒进任意境界, 如今, 怎么就换了说法了? 叶福天笑着讽刺道, 云天昊扫了叶福天一言道, 要站就出来说话, 若是只敢龟缩一旁, 就闭上嘴巴, 丢人现眼。 无数道目光顿时落在叶福天的身上, 这家伙, 真是自取其辱, 真当自己是余生吗? 叶福天听到云天昊声音眉头微挑, 随即像是自嘲一笑, 龟缩一旁。 简直, 不能忍啊。 余生, 叶福天大声喊道, 我在, 余生回应, 我来, 叶福天脚步朝前走出, 顷刻间, 余生脸上有一抹憨厚的笑容绽放, 指着云天昊道, 刻意给你留着的。 他刚才让云天昊滚没有直接轰下去, 竟然是故意的。 但为何余生, 竟如此信任叶福天? 而且, 那家伙真的敢亲自上场, 他们可是亲眼见到云天昊有多强, 擅长阵法的天命法师, 面对围攻克法阵一击, 击败所有人。 叶福天一步步走向前方, 又一次站在了所有人的视野中央, 风情雪看着他的背影, 只感觉有些熟悉, 秋为大考的时候, 他也如同此刻一样, 并不被人看好, 然而, 灵孝和杨修的结局, 所有人都看到了。 只不过, 今天站在他对面的是黑燕学宫的天命法师, 黑燕学宫的天之骄子。 觉醒第七重, 玄妙静, 叶福天平静开口, 说出自己的境界。 觉醒第七重, 云天昊诧异地看着叶福天, 随即淡淡地道, 你还不够资格做我的对手。 云天昊成天命, 但上天眷顾, 觉醒命魂, 同境界, 从未有过败迹, 因此他自信。 同样, 我也认为你不配, 然而你既然要自取其辱, 我只好成全你。 叶福天覆首而立, 同样以平静的声音开口道, 无论你是否出手都无所谓, 觉醒尽, 你们随便上巴, 或者, 一起也行。 而, 青州学宫的人听到叶福天的话彻底傻眼, 一脸黑线, 这也, 太能装了吧, 叶福天, 这是将之前对方说的话完完全全的还给了对方。 只是, 万一稍后败了, 讲到这, 青州学宫的弟子有些不敢去想了。 这并不好玩, 云天昊以为叶福天故意学他只是为了讽刺他。 我既说出此话, 便不会收回, 你不嫌丢脸, 我丢不起。 叶福天继续开口, 狂妄且自信, 此刻的他副手而立, 傲然无双, 根本没有将黑焰学宫的人放在眼里。 云天昊听到叶福天的讽刺脸色铁青, 他也从没有见过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狂, 今天, 见到了两个, 尤其是眼前之人, 一个觉醒第七重境界的人, 竟然敢在身为天命法师的他面前如此嚣张。 吃地, 我来, 之前那三剑击败李青山的剑修走出, 云天昊点了点头, 往后退了一步, 道给他一个终生难忘的记忆, 交给我, 赵年剑修拔剑, 只向叶福天道, 依然三剑。 和之前他对李青山说的话一样, 他只需要三剑。 三剑太多, 一击足够了, 叶福天淡漠开口, 青州学宫的人似乎都已经麻木了。 只是, 他这样狂妄, 到时候究竟要怎么收场? 赵年剑修笑了, 笑的同时, 他身体周围有风呼啸, 他法五间修, 觉醒第八重摆变镜, 对付觉醒第七重镜的叶福天, 有悬念吗? 少年剑修身化残影, 雪花狂舞, 在此时, 叶福天闭上了眼睛。 青州学宫诸人彻底呆滞, 他疯了吗? 这时候竟然闭上眼睛, 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叶福天, 但是, 依旧隐隐对他抱有一丝希望, 但叶福天似乎自己在找死。 雷光闪耀, 有剧烈轰鸣之音从叶福天体内爆发而出, 隐隐像是龙啸, 他的双手垂在那, 雷霆之光环绕, 占一欲破体而出。 吃, 一道风之剑一划过, 斩向叶福天的脖子, 然而叶福天却一动不动, 闭着眼睛的他像是看不到这一剑。 剑从叶福天身前几寸划过, 却并未伤到他分毫, 这一剑是虚招, 目的是为了吸引叶福天出手, 但叶福天身体一动不动。 找死, 少年剑修本该降临叶福天侧方向斩出第二剑, 但见到叶福天竟然如此嚣张, 立即改变剑招收剑回斩, 朝着叶福天的喉咙笔直而去。 但就在这时候, 叶福天的身体动了, 他的身体往左边微微侧了下, 剑直接从他面前刺过, 几乎贴着他的脸, 这一幕让看着的人东心惊胆战, 这是运气, 还是他真的有如此可怕的反应力? 少年剑修皱了皱眉, 他的剑招已经临时变化, 无法继续变招, 但叶福天侧身的同时, 手掌朝着对方的脸抓去, 龙笑声将雪花震飞, 只见叶福天的手掌前出现了一头可怕的雷霆神龙, 直接缠绕住了对方的脑袋, 提了起来。 这, 助人震撼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叶福天的手根本没有碰到对方, 而是一头龙影缠绕在对方的脖子和脑袋上, 而这头雷龙,被叶福天控制着。 第25章绝代风华, 玉龙绝战绩之秦龙手, 五之一化形。 荆州学宫的大人物门都内心微颤, 五之一化形就如同法术理体绽放, 觉醒第九境归于境方能窥其选傲, 叶福天, 他才觉醒第七重选妙境, 静已能够做到。 更可怕的是, 那还是玉龙绝中的战绩秦龙手。 这一刻, 许多人都想起了秋为大考, 叶福天秒灵孝和杨修, 原来根本就没有发挥全部实力, 他退出战场让余生参战, 看似无耻的举动并非是巨战, 而是, 他要将光芒让给余生, 因而在余生被慕容秋抢去第一之后, 不服的声音才会响彻演舞场。 所有人, 似乎都轻视了前方的少年, 叶福天看着被擒拿的少年剑修, 淡淡地开口, 黑雁学公不远千里而来挑衅, 就这水平。 青州学公弟子望向叶福天, 虽然还是那么能装, 但似乎, 很解气啊, 之前连败三场, 青州学公可谓颜面尽失, 如今, 终于被余生和叶福天挽回。 少年见修掩谋死死地盯着叶福天, 他到此刻都没有明白, 叶福天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为何他闭上眼睛, 却能够有那么强的反应能力。 下一个, 叶福天手臂一颤, 有龙吟之声, 少年见修被直接轰回了黑雁学公的人群之中。 黑雁学公的人脸色非常不好看, 他们之前走出三人, 三战连胜, 但如今, 三人终有两人落败, 都是被强势秒杀, 不堪一击。 尖利迢迢而来, 这样的结局, 的确很丢脸。 云天号脚步往前走出, 他比之前认真了几分, 看着叶福天道, 你有资格让我出手了。 仅仅是, 有资格让他出手。 叶福天看着眼前的狂妄少年, 真是, 比自己还嚣张啊。 出手吧, 云天号继续道, 你先, 我出手的话, 你就没机会了。 叶福天劝道, 云天号沉着脸, 命魂释放, 阵图闪耀, 只见他脚步一踏地面, 顿时有法阵飞速凝聚成形, 这是一火焰法阵, 不断吞噬天地间的火焰属性灵气。 一条条可怕的火马环绕法阵, 云天号站在法阵中间, 不可一世。 在天命法师面前如此狂妄, 你究竟哪来的勇气? 云天号双眸凝视叶福天, 硬朗开口, 他话音落下, 法阵之中便有一头火莽目而冲出, 朝着叶福天吞噬而去。 荆州学宫许多人的脸色都变了, 觉醒境, 借法阵催动法术离体攻击, 而且, 这法术的威力, 绝对是觉醒境最顶级的。 然而诸人却见叶福天一步步走向那火焰巨蟒, 青州学宫诸人都睁大眼睛, 哪怕是知道叶福天很强, 但这样无视火莽, 未免也太自信了些。 火莽降临, 烟过一切, 朝着叶福天吞噬而去, 却见此时, 叶福天手中像是捏着什么般。 下一刻, 一股可怕的雷霆风暴凶猛地绽放, 叶福天的身体周围, 化作雷霆的世界, 可怕的雷霆风暴和火莽碰撞在一起, 同时湮灭于空。 法禄, 卑鄙, 战斗竟然借助法禄, 黑眼学宫的人怒吃到, 云天号继续催动法阵, 一头头火莽狂舞, 杀向叶福天。 叶福天的身体往前奔跑而出, 他手掌中出现了数张法禄, 冷笑了下朝着虚空一扔, 更强的火焰巨蟒和雷霆风暴碰撞, 依旧是势均力敌。 云天号怒合一声, 他疯狂催动法阵, 火莽继续凝行, 却见此时, 叶福天双手全部都是一张张法禄, 看到这一幕, 无论是青州学宫的人还是黑眼学宫的人, 都彻底傻眼了, 这样也行。 停, 云天号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叶福天脚步停下, 看着法阵中的云天号道, 知道差距, 想认输了吗? 云天号听到叶福天的话一脸黑线, 他的目光盯着叶福天握满法禄的双手, 有想要破口大骂的冲动, 这还是战斗吗? 还要不要脸了? 双手全部都是觉醒进顶级的法禄, 这还怎么玩? 竟然还有脸说, 知道差距, 依法禄战斗, 青州学宫弟子, 都这样无耻吗? 黑眼学宫的阴眼中年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冷冷地开口说道, 青州学宫的人此刻也感觉有些丢人, 不久前才对叶福天改变了看法, 转个身边发现, 叶福天还是那个厚颜无耻的叶福天, 真是, 丢不起这人啊, 不过叶福天似乎一点没有觉悟, 他看着阴眼中年, 依旧嚣张的道, 他可以使用法阵战斗, 我为何不能使用法禄, 不行的话就滚, 在这里撒什么也, 法阵乃是他亲手所刻, 属于他的能力, 战斗知识当然能用, 法禄也是我所刻, 属于我的能力, 他能用, 我为何就不能用, 叶福天反问道, 英眼中年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 竟无言以对, 简直无耻出了境界啊, 青州学宫的人也有些傻眼, 这法禄是他所刻, 觉醒第七重静刻出这么多的觉醒静顶级的法禄, 还有比这家伙更能吹的吗, 虽然对面的云天昊能刻觉醒顶级法阵, 但云天昊是天命法师, 命魂是阵徒, 即便这法禄是你所刻, 我战斗时刻阵, 而你却是已经准备好的法禄, 如何相提并论, 云天昊冰冷开口, 叶福天, 简直满嘴胡言乱语, 既然你不服, 那只好打到你服了, 叶福天淡淡开口, 随即只见他转身望向青州学宫长辈所在的方向, 开口道, 能不能给我一只刻禄笔以及一些禄纸, 青州学宫公主人物神色如电, 叶福天要刻禄笔和禄纸, 莫非, 他要当场刻法禄不成, 我去替你取, 有一位长者开口说道, 随即身形如闪电般离去, 助人一轮纷纷, 都盯着场中的叶福天, 他难道真的是一名刻禄师? 刚才他使用的法禄, 真的是他自己所刻, 如果真是如此, 叶福天就有些逆天了, 没过多久, 那长者去而复返, 取来一只刻禄笔和不少禄纸, 上前交给叶福天, 多谢, 叶福天道谢一声, 随后将禄纸铺在身前, 他要做什么, 助人心颤, 克制法禄和阵法一样, 需要一定的时间, 云天昊是拥有阵图命魂的天命法师, 因此才能够快速刻法阵, 且直接利用于战斗之中, 叶福天即便是刻禄师, 也不可能能够效仿吧? 在你刻法禄之时, 对方的法阵便已经攻击而来, 还怎么战? 简直和找死没什么区别, 然而叶福天, 似乎想要挑战这种不可能, 许多人都变得认真了起来, 虽然叶福天很无耻, 但他的实力, 如今已经没有人敢轻易质疑了, 你在侮辱我吗? 云天昊见到叶福天的动作愤怒道, 即便是一位刻禄师, 要在战斗中刻法禄对付他, 这对于擅长阵法的天命法师而言, 当然是一种蔑视和羞辱, 你可以开始了, 叶福天手握刻禄比, 抬起头对着云天昊平静说道, 当少年认真的时候, 身上似乎有着一抹神圣的光辉, 让人不由自主地对他生出强大的信心, 那是一种无形的气质, 仿佛与生俱来, 云天昊脚步往前踏出, 命魂阵图外放, 这一次, 不再是火焰属性阵法, 而是, 寒冰属性, 周围天地间的水之灵气疯狂朝着法阵涌去, 随后凝聚成寒冰之意, 云天昊所站的地方, 有可怕的寒冰风暴出现, 犹如独立的一片寒冰世界, 即便站在很远的地方, 都能够感受到其森冷的寒意, 他的阵图命魂赐予了他全属性天赋, 法阵可吞任何属性的灵气, 妖孽存在, 即便是敌对方, 但青州学宫的大人物都有些嫉妒云天昊的天赋, 真正的妖孽天才, 难怪黑雁学宫拜他前来耀武扬威, 但即便如此, 他们青州学宫那位被下达禁令的少年, 此刻却坦然面对, 夜伏天坐在雪地之上, 安静刻路, 一笔一画快若闪电, 刻路比如龙蛇般起舞, 周围天地间的雷吸灵气疯狂灌入, 一片雷光在刻路笔上闪耀, 就在这时候, 云天昊出手了, 法阵中有一杆寒冰长矛破空降临, 脚心, 有些人心中尽不由自主地为夜伏天担忧, 但少年依旧低头刻路, 提笔一挥, 引雷霆闪耀, 顷刻间, 一片雷网出现在他面前, 将射来的寒冰长矛束缚其中, 一点点的撕碎, 防御法术, 雷顿, 诸人像是知道了夜伏天要刻什么法术, 这是雷顿成形之前的雷网, 被夜伏天直接引动防御对方攻击, 空, 地面上的冰霜像是炸裂, 无尽寒冰之翼朝着云天昊克的法阵涌去, 法阵已经成形, 云天昊双手举起, 控制这一方寒冰世界, 去, 一声冷喝, 法阵中无数寒冰长矛携带害人威势破空降临, 攻击凌厉至极, 诚, 夜伏天提笔一勾, 木质飞起, 下一刻, 一面巨大的雷霆之盾出现在夜伏天身前, 将轰来的攻击的一点点的撕成粉碎, 夜伏天依旧没有抬头, 他在另一张路纸上刻法路, 手臂肆意挥洒, 毫不潇洒, 再配合那张认真的英俊面容, 竟让一些少女看得有些吃了, 原来, 他这么强啊, 风情学美眸凝视雪地中的少年, 不知为何, 心中却有着淡淡的伤感, 少年一怒为红颜, 锋芒出现, 一路绝带风华, 第二十六章绝匠少年, 荆州学宫的大人物们目光仅仅凝视夜伏天, 妖孽, 又一个妖孽级人物, 客法路的速度快到如此境地,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夜伏天对灵气的控制力极强, 而且, 有着超乎想象的感知力, 即便是他不客法路, 也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催动超越他本身境界的法术, 我荆州学宫外门有如此妖孽弟子, 竟在秋围上不入甲榜, 且还被下达禁令, 雷行公公主极其不爽, 冷冷地扫了一眼时钟, 时钟的脸色非常难看, 余生表现出超强的战力, 慕容秋雀出战都不敢, 这已经横打脸了, 如今, 又有一个夜伏天, 少年依旧坐在雪地之上客路, 非常认真, 云天昊铁青着脸, 他天命法师催动法阵, 比之夜伏天客法路竟没有任何优势, 这简直是耻辱, 云天昊不断催发法术攻击, 不再局限于觉醒镜顶级法术, 而是不断攻击, 夜伏天充耳不闻, 寻常法术攻击而来他提笔一挥便有法术绽放, 将之摧毁, 笔下法路的克制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很快, 一枚完整的法路又将成形, 坐在雪中的夜伏天脸上绽放一抹笑意, 随后笔落, 轻刻间, 一股骇人的雷霆风暴出现, 朝着云天昊所在的方向轰去, 寒冰守护, 无尽的寒冰之翼笼罩着云天昊的身体, 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 宛若一尊雕塑般, 水系觉醒镜顶级防御法术寒冰守护, 雷霆风暴从天而降, 将寒冰守护都击碎来, 但更多的是轰在法阵之上, 一道道闪电之光游走, 将法阵的图案破坏, 他的目标是法阵, 小心, 黑雁学工有人提醒云天昊, 就在这话音落下之时, 夜伏天从雪中站起, 身体如风般朝着云天昊而去, 他的速度极其的快, 在这种速度下, 云天昊根本来不及再次凝聚法阵战斗, 阵图环绕周身, 云天昊身体笔直的站在那, 寒冰之翼在他身体周围流动着, 疯狂的吸收天地间的灵气, 仿佛他的身体滋成法阵, 寒气朝着前方蔓延, 空气都像是要凝聚成冰霜, 云天昊的长发和眉宇街都化作了雪白之色, 但他的目光却锋利至极, 只是奔来的叶福天, 在他身体前方, 竟然有许多寒冰长矛凝聚而生, 杀, 云天昊早已站出了怒火, 身前有寒冰长矛破空杀出, 刺向奔来的叶福天身体, 但就在他动手的同时, 他身前的空气忽然间绽放一道火焰之光, 下一刻, 无数火星在空中飞舞, 朝着他身体而去, 火星术, 荆州学宫的人一阵恶然, 火星术根本没有什么攻击力, 是最基础的法术, 但问题是, 这火星术是从哪里而来, 叶福天阁空控制了云天昊身前的火属性灵气, 释放法术, 才觉醒境界, 这需要多强的火属性灵气感知能力才能做到, 五道天赋天品, 雷电灵气感知力天品, 引号点, 许多人想起叶福天的修行天赋, 此刻不由得有些茫然, 似乎, 他还隐藏着火属性的天赋, 恐怕, 也是天品, 火星术当然不是用来攻击的, 云天昊抬手一挥, 他身前的火星便与寒冰融为一体, 但前方, 依旧有漫天火星在飞舞, 比雪花还要更多, 阻碍着他的视野, 他知道, 叶福天在利用这没有攻击力的法术靠近他, 但是, 有用吗, 他已经准备好了, 一道身影随风降临, 正是叶福天出现了, 在他出现的刹那, 云天昊怒喝一声, 身前悬浮着的寒冰之翼裹挟着所有寒冰长矛, 同时似向云浮天而去, 没有一丝的犹豫, 攻击的同时, 云天昊发现此刻的云浮天整个人沐浴在炽热无比的火焰之中, 如太阳般耀眼, 寒冰长矛攻击降临, 刚落在云浮天的身体边缘, 便直接融化为水, 随即被直接蒸干, 云浮天的身体仿佛化作了熔炉, 蒸发一切寒冰, 水克火, 然而, 当火焰的温度足够高, 同样能够反向克制, 不好, 天昊退, 黑焰学攻阴眼中年喊道, 但夜浮天的速度太快, 直接无视寒冰长矛的攻击降临, 只见他身体一跃而起, 少年身体在空中化作弓形, 随即朝着云天昊弹射而出, 身躯如龙, 有龙笑声传出, 一头火焰神龙仿佛附着在夜浮天的身上, 朝着云天昊暴击而出, 夜浮天如龙身躯所过之处, 寒冰之意进阶蒸发, 云天昊知道自己已经退无可退, 寒冰守护防御全身, 阵途疯狂吸收一切灵气, 覆盖他的身体。 后, 一声阵天龙影响彻空间, 寒冰守护不断破碎, 云天昊身体被击飞, 一股炽热无比的火焰气息冲入他体内, 灼烧着他的身体。 风呼啸, 有黑焰学攻强者将云天昊身体接住, 随后一道道身影同时降临他身边, 露出紧张之意。 哭, 云天昊喷出一口鲜血, 这才感觉好过了些, 低声道, 死不了。 抬起头, 他那骄傲的眼神冰冷地盯着夜福天, 拜了, 他竟然, 败给了一位同境界的少年。 此时, 夜福天的目光同样望向他, 平静开口, 天命法师, 很强茫。 磕磕, 又是一口鲜血呛了出来, 云天昊从小被视为天之骄子, 何时受过这样的羞辱? 然而, 他拜在对方手里, 无话可说, 你是谁? 抬起头, 云天昊盯着夜福天问道, 他会记着眼前的少年。 看了少年一眼, 夜福天道, 夜福天, 旁边的阴眼中年皱了皱眉, 开口道, 来之前我便打探过最近数年春围秋围大考前三人, 为何没有听过你的名字? 以夜福天的强大和天赋, 不该在青州学宫无名。 青州学宫的人听到阴眼中年的话不由得有些尴尬, 夜福天在两个月前的秋围大考本该有名的, 然而, 却因为某些原因, 他的名字从甲榜除名, 此刻对方问来, 却是显得有些尴尬了。 夜福天似乎自己也自嘲一笑, 道, 我本就是青州学宫将棋之人, 正留待学宫观察。 哼, 胜了便胜了, 何必要如此羞辱我, 有何意义? 云天昊抬头盯着夜福天, 以为夜福天故意羞辱他。 他说的是实话, 后面, 余生开口说道, 依旧显得有些不爽, 黑夜学宫的人都愣住了, 随即只见阴眼中年狂笑起来, 目光扫向青州学宫的那些大人物道, 如此天才, 竟是青州学宫将棋之人, 你若愿入我黑夜学宫, 必清尽一切培养, 如何? 这, 听到阴眼中年的话青州学宫的人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尤其是那些大人物们, 黑夜学宫身为敌人, 却都能如此, 而他们青州学宫, 两相对比, 显得更讽刺了。 不必了, 夜福天淡淡的回应, 直接拒绝, 好, 既然如此, 下次见面, 变为战场了。 阴眼中年盯着夜福天道, 像是对他的警告, 说罢转身道, 走。 黑夜学宫朱强者冰冷的扫向青州学宫朱人, 随后纷纷转身离去, 他们虽然战败, 但气势依旧不减。 反之, 青州学宫似乎也并没有扬眉吐气的畅快感。 先是三战全败, 若无余生和夜福天出手, 青州学宫将会颜面尽失。 但有些讽刺的是, 夜福天此刻还背负着学宫的惩罚禁令, 余生也被莫名黑掉了秋为大考第一, 恰恰是他们二人, 今日却挽救了青州学宫的颜面。 此时余生就站在夜福天身旁不远处, 无数道目光落在两位少年的身上, 就在刚才, 他们重新认识了这两位少年, 尤其是夜福天。 焦张, 狂妄, 那不过是表象, 以他今日表现出来的天赋, 他以前简直低调得吓人。 夜福天, 以前学宫对你有所误解, 好在没有铸成大错, 你既然雷火霜属性法师, 且擅长舞蹈, 以后是想要入哪一宫修行。 剑格格主冷清风对着夜福天开口问道, 超强的武道天赋, 双技法师天赋, 再加上他展现出来的科鲁师天赋, 夜福天, 真正的妖念天才。 武道功和数法功, 将任由他选择, 只要他愿意。 还有余生, 我站楼, 欢迎你的加入, 我会亲自教导于你。 站楼楼主开始拉人, 我金行公也一样, 法师才是正道, 余生, 你应该修法。 金行公公主抢人, 余生没有说什么, 他将目光投向夜福天, 一切由他来决定。 诸人见到余生的目光, 似乎也明白了, 真正的决定权了, 都在夜福天身上。 所有人的目光, 便都集中于夜福天一人身上, 万众瞩目。 夜福天看着青州学宫大人物的期待目光, 缓缓开口, 秋为大考之事, 就这样过去了吗? 他的话音落下, 顿时许多人的脸色都变得精彩了起来, 看着少年英俊身影, 许多人心中感叹, 真是倔强啊。 这家伙, 秦一滴声道, 他当然为夜福天强大而感到高兴, 如今, 在夜福天和余生面前, 将是一条辉煌大道, 但这家伙竟然还是不肯放下过去的事情, 在此提及。 冷清风望向夜福天, 心中对时钟的不满更加强烈了, 开口道, 夜福天, 秋为大考, 可能存在一些误判, 但既然余生已经证明自己足够优秀, 你何必还要在意? 只是, 误判吗? 夜福天脸上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如今他已经知道, 秋为大考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黑幕, 既然如此, 冷清风的答案, 显然不能让他满意。 你想如何? 冷清风开口问道, 夜福天对着冷清风微微欠身, 道, 我不过学公民外门弟子, 怎敢如何? 然而葛主若是认为只有误判二字的话, 我也无话可说, 刚才一战, 算是害了学公三年教导之恩, 至于成为学公正式弟子, 便不必了。 夜福天幻音落下, 空间死一般的寂静, 雪花在空中飞舞, 落在少年的脸上, 这一刻他们, 才真正感觉自己有些了解那倔强少年。 第27章并肩, 竟然, 拒绝了, 无数道目光落在夜福天的身上, 就在不久前, 余生和夜福天强势击退黑焰学公强者, 为青州学公挽回颜面, 再加上他们表现出的惊人天赋, 那时候诸人心里就已经明白, 所谓的禁令将形同虚设, 两人必将得到青州学公大人物的青睐。 事实也正如同诸人所预测的那样, 数位公主级别的人物对两人发出邀请, 一场闹剧似乎就此落幕。 然而, 他们猜到了开始, 却没有预料到结局, 他们显然低估了夜福天的倔强, 以及骄傲。 如若夜福天还是以前的夜福天, 自然不会有人在乎他, 但能够击败同境界天命法师, 且随手刻觉醒顶级法陆的少年天才, 他当然有资格骄傲。 因此, 哪怕是青州学公的大人物们, 此刻也陷入了一阵安静当中。 青州学公外门弟子除外门讲师传授修行知识之外, 都为自己修行, 即便是藏书阁也只是能够踏入第一层, 并不能享受到学公太多的资源, 而刚才那一战, 事关青州学公荣辱, 因而夜福天说此战害了青州学公三年修行之恩, 无人能够指责什么。 这样看来, 他和于生并肩出战, 并非仅仅是因为花结语的一句话那么简单, 而是, 心中早已想好了这一切。 讲到此, 青州学公的大人物们更是无言, 少年与青州学公修行三年, 竟没有人真正意识到他有多么优秀。 上届秋为, 当属于生第一, 同样, 您也当入秋为甲榜第三, 这会记录在青州学公历届秋为大考案卷之中。 冷清风看着前方的倔强身影开口说道, 人群之中, 慕容秋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无比的难堪, 两个月前的秋为大考当场宣布结果。 他为秋为甲榜第一, 如今青州学公破历史的修改秋为大考成绩, 将他拿下, 这笔将引起轰动, 若是传出, 他慕容秋算什么? 一笑大方, 荆州学公弟子皆都一阵无言, 目光不由得看了一眼人群之中的慕容秋, 的确, 他本没有资格当选秋为第一, 黑夜学公强势而来, 他连出战的勇气都没有, 余生, 却是碾压对手。 我反对, 一道冷漠的声音传出, 赫然乃是时钟开口了, 只见他铁青着脸, 盯着叶福天开口道, 秋为大考即已宣布, 怎能说修改就修改, 叶福天虽然今日表现出众, 然而他不尽长辈不守规矩也是事实, 念及他今日为青州学公而战, 可酌情撤销对他的惩罚, 然而, 若是倚仗此战便刻意以退为近威胁学公, 如此弟子, 即便天父再出众又如何? 威胁学公, 叶福天目光明是时钟, 看来, 江慕容秋放在秋为第一将余生挤掉, 并且对自己下达惩罚禁令之人, 必然是这土行公公主时钟了, 至于剑阁阁主冷清风, 对他的态度一直都颇为友好, 应当没有参与此事, 看着时钟, 叶福天忽然间笑道, 我不过一外门弟子, 有何能力威胁青州学公, 倒是时公主, 晚辈想要请教一番, 晚辈究竟何处得罪了时公主? 你什么意思? 时钟冷冰冰地问道, 秋为大考, 余生无论是贴富实力明显皆优于慕容秋, 近日一战腾是最好的印证, 时公主当日将慕容秋放在第一, 我不服, 本在情理之中, 即便时公主认为我不守规矩顶撞你, 之后将我从甲榜剔除, 且下达禁令, 也已算是惩罚过了, 今天, 我和余生为青州学公而战, 公主竟然只说可酌情撤销对我的惩罚, 青州学公的荣辱在时公主眼里就如此微不足道, 叶福天看着时钟缓缓开口, 或者说, 晚辈何处得罪了时公主才令时公主如此厌恶, 而慕容秋又究竟有多优秀, 能够让时公主将她放在秋为第一, 且因为她的影响, 对我下达惩罚禁令, 放肆, 时钟怒持一声, 目光冰冷地扫视叶福天, 道满嘴胡言, 这就是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 如此大逆不到弟子, 即便培养为强者, 将来怕也是个祸害, 大逆不到, 周围青州学公弟子感觉身上有些冷意, 此刻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 秋围大考排名知识觉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时钟的话自自诛心, 分明是有意要赶叶福天走, 而叶福天刚才也说, 时钟是因为慕容秋的影响, 才对她下达惩罚禁令, 这样一想其中厉害, 让青州学公的弟子们都感觉到振振罕意, 时钟, 你够了, 雷行公公主此刻也看不下去, 冷冷的开口, 术法公妻大公主, 都算是有些交情, 一些潜在的规则他们虽然知道, 但这都是在所难免, 只要不涉及到青州学公的利益, 诸人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 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秋围大考上被不公平对待的两名少年天赋出众到如此地步, 解忧如此的倔强和骄傲, 叶福天, 今日之战你为学公立下功劳, 青州学公子不会亏待于你, 想必会有公主收你们二人为弟子, 以后于学公中好好修行, 将来必有一番成就, 其余之事, 就不必过于执着了, 风行公公主离江此刻也说话了, 像是对叶福天劝说, 然而听到她的话, 叶福天脸上却露出一抹自嘲的笑容, 看来, 她的确是太年轻了呢, 对自己太过自信了些, 即便表现出杰出的天赋, 为青州学公而战, 但实则依旧改变不了什么, 似乎最多只是踏入内门, 被某位大人物欣赏收为弟子, 但是这样, 就够了吗? 风行公公主离江让她对其他事不必过于执着, 显然是让她见好就收, 似乎也和时钟有一样的想法, 认为她只是威胁学公, 并不会真的离开, 毕竟青州学公是青州城的修行圣地, 但秋为大考的事情, 就这么算了, 青州学公对她的惩罚以及禁令, 一个解释都没有吗? 至于那些幕后的事情, 似乎更不会被允许挖出, 或许真的是她想得太简单了些, 终究还是太年轻, 然而, 年轻至少也有一个好处, 拥有韧性的资本, 讲到这, 叶福天微微一笑, 对着青州学公的大人物们微微躬身, 无数道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都在猜想叶福天究竟是何用意, 青州学公三年授业之恩, 福天铭记于心, 告辞, 叶福天含笑开口, 随即喊道, 余生, 嗯, 身旁的余生音道, 她的眼神冷冷地盯着那些大人物, 显然非常不爽, 走了, 叶福天转过身, 踏着白雪, 一步步离开, 余生将目光收回, 紧随叶福天离去, 这一刻, 两位少年的背影显得那样的孤独, 但步伐却是那么的坚定, 似乎, 能够从中感受到他们骄傲的心, 竟然, 真的走了, 青州学公的大人物们也都愣住了, 显然没有预料到, 叶福天会如此的认真, 站楼楼主, 剑格格主以及数位公主级别的人物, 目光冰冷的凝视着时钟, 脸色极其的难看, 这让时钟的目光越发的阴沉, 冰冷的道, 等等, 叶福天脚步停下, 转过身看着时钟, 道, 时公主还有什么事吗? 你当青州学公是什么地方了,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时钟冷冷开口, 叶福天的瞳孔也忍不住微微一宁, 道, 时公主的意思是, 你天性叛逆, 对青州学公心怀怨恨, 如今判出青州学公, 是否准备听从之前黑燕学公强者的话, 追随他们而去, 将来对付青州学公, 时钟的话音落下, 空间都仿佛变冷了几分,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阵阵的寒意, 叶福天同样感觉到来自时钟话语中寒冷, 这话, 是想要置他于死地吗? 黑燕学公乃是青州学公死敌, 时钟这顶帽子扣下, 若是青州学公其他大人物也认同此话, 等待叶福天的, 将会是可怕的结局, 公主, 叶福天之前已经拒绝黑燕学公, 怎么可能会追随他们而去? 锦衣脸上露出忧虑, 今日叶福天让他大吃一惊, 然而, 却也倔强地让他无言, 但时钟的话太过可怕, 他必须要站出来说点什么? 在学公之人他当然不敢投敌, 出去之后呢? 时钟冷冷说道, 旁边的冷清风冰冷地看着他, 时钟, 这是要将叶福天往绝路上逼, 即便叶福天没有那样的心思, 时钟这样一说, 也会酿成可怕后果。 你要如何, 余生冰冷凝视时钟, 身上隐隐释放出狂野气息。 你们三年所学, 废掉, 时钟冷淡开口, 空间死一般的寂静, 似乎都被时钟的话震慑住了, 一时间竟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 两久, 才有轻微的脚步声传出, 诸人只见一道完美无瑕的身影踏着雪花而行, 像是降临人间的仙子, 自然是花结雨。 花结雨走到叶福天的身旁, 瞪了他一眼, 让叶福天一阵失神, 这妖精, 真是勾忍啊。 随后, 便见花结雨美眸缓缓转过, 看向前方的时钟, 微笑着道, 你最好, 说回你刚才说的话呢。 花结雨平静的声音像是有着一股奇妙的魔力, 让许多人的心也为之颤了颤, 这是, 在威胁土行公公主吗? 之前, 少年为红颜冲冠一怒, 展露绝带风华。 如今, 如仙子般的少女从人群中走出, 像是, 在守护着神吗? 这一刻, 无数人为之羡慕, 极度, 风雪中的两道身影, 当他们并肩而立时, 仿佛这圣地清中学宫, 也要黯然失色。 第二十八章脾气不太好, 卷花依旧飞舞着, 落在夜福天和花结雨的身上。 没有人想到花结雨会在这时候走出, 护在夜福天身旁, 甚至, 直言威胁清中学宫一位公主级别的人物。 取多少年心中失落, 原来, 他们真的已经恋爱了吗? 或许只有夜福天这样的天才少年, 才能够有资格陪伴在花结雨的身边, 和他一起前行吧。 诸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一场战斗, 那绝强少年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 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是杨修还是灵孝, 他们看夜福天的目光早就变了, 像是有些自残行贿, 他们曾经讽刺蔑氏的人, 是能够击败天命法师, 挑战清中学宫规则的存在。 他甚至对成为公主弟子, 都并没有太大的兴致, 可想而知他有多骄傲, 以前, 根本就不曾和他们认真过。 风情学美眸凝视着那两道风雪中的身影, 眼睛微有些红, 那位清中学宫无数人心中高不可攀的仙子, 或许他才有资格站在夜福天的身边吧, 而他风情学, 根本不配。 时钟显然也没想到花节宇会出现, 而且, 竟然为了夜福天威胁自己, 心中不由得暗骂儿女情常害人, 哪怕是花节宇这样的女子, 竟也沦陷其中了吗? 节宇, 这件事和你无关, 不要胡闹。 时钟对着花节宇道, 语气变得温和了几分, 知道花节宇身份的她, 显然不敢轻易得罪她, 哪怕是花节宇对她说话的语气非常不客气, 甚至可以说是威胁。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吗? 花节宇美眸依旧含笑, 是那样的美, 然而她的语气, 却让人感觉到淡淡的冷意, 没有给时钟一点面子。 只见此时时钟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即便花节宇身份不同寻常, 但她身为土形公公主, 好歹是对方的长辈, 当着所有人的面凉度被威胁, 可想而知她是怎样的心情。 节宇, 这是清州学宫的事情, 哪怕是你父亲在, 也不会插手。 时钟声音变得冷了几分, 花节宇看着对方, 继续道, 这么说, 你依旧要坚持刚才所说的话, 不后悔。 当然, 时钟冷漠道, 叶福天背叛清州学宫, 且天赋非凡, 若是怀恨于心前往黑焰学宫, 必成祸害, 因此, 必须废掉, 以绝后患。 花节宇听到时钟大意凛然的话音脸上的笑容似更浓郁了几分, 却又似乎透着几分讽刺之意, 必须废掉吗? 我已经, 给过你机会了呢? 花节宇轻声说道, 像是在自言自语, 她话音落下的刹那, 这片天地尖飘落的雪花像是变得狂躁了, 故笑的风浮过, 吹在诸人的脸上, 透着刺骨的寒意, 一股无形的威压降临, 依旧是风雪的天地, 但不知为何, 所有人都感觉到这片天地像是更冷了几分。 你要废掉谁, 一道寒冷的声音降临在这片空间, 远处, 清州学宫道路两旁的古树被白雪覆盖, 而此刻, 在古树中间的白雪道路上, 有着一道孤单的身影缓慢地走来。 这身影穿着过着白色球皮大衣, 像是怕冷般, 她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 随意地披萨在尖头。 这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中年男子, 像是忧郁的书生, 他的脚步很慢, 但当他走路的时候, 像是有着一股魔力般, 吸引着诸人的目光。 看似缓慢的步伐, 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已进走到人群的面前, 隔的距离更近, 诸人看得自然也更清楚了些。 墨上人如玉, 君子是无双, 不少人心中惊叹, 很少能够看到如此漂亮的男人, 无论是相貌还是气质, 若是再年轻些, 不知会迷倒多少女子。 前辈, 荆州学宫的那些公主级别的大人物们看到这出现的身影不由得喊了一声, 而时钟, 则是脸色略变了变, 心中想着, 为何她会出现在这里。 荆州学宫弟子们心中一颤, 这出现的英俊中年身影, 竟让荆州学宫的公主级别人物称呼前辈, 她究竟是何人? 父亲, 花结宇轻声喊道, 顿时诸人一阵恍然, 终于明白了为何花结宇在荆州学宫有着超然地位, 她的父亲, 荆州学宫的公主都需要称呼一声前辈。 中年生得如此好看, 难怪花结宇能够拥有如此完美的容颜。 嗯, 花风流轻轻点头, 她的目光望向时钟, 冷淡道, 我在问你话。 前辈, 我并非对结宇所说, 若有不尽之处, 还望前辈恕罪。 时钟客气说道, 我知道, 花风流淡淡开口, 时钟当然不敢威胁花结宇, 她目光缓缓转过, 落在叶福天的身上, 道, 那么, 你是要废掉她吗? 时钟点了点头, 指着叶福天道, 前辈, 此此乃我青州学宫外门弟子, 如今竟想要背叛青州学宫投敌, 为防范于未然, 只好废他修为, 只是, 结宇却出来阻拦。 是吗? 花风流目光落在叶福天的身上, 老师, 叶福天苦笑着摇了摇头, 老师既然出现, 想必之前的事情已经知道了。 老师, 时钟听到叶福天的称呼心头猛的一颤,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叶福天, 竟然是他的弟子, 他出现在这里, 根本不是因为花结宇, 而是, 叶福天。 时钟只感觉背后凉松松的, 出了一身冷汗, 他感觉身边的温度似乎也在不断下降, 以他的境界, 竟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寒冷。 我的弟子为青州学宫而战, 而你, 却要废了他。 花风流的声音似乎依旧很平静, 像是不带一丝怒气, 他踏着白雪往前走了几步, 目光望向时钟, 这一刻的时钟, 身体竟微有些颤抖。 土行公公主, 好威风啊! 花风流淡淡开口, 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巨人肩辨得妖异, 有可怕的白光从眼瞳中射出, 披散在肩头的长发随风而舞,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天地间像是刮起了可怕的风暴, 一股骇人的寒冰风暴猛地朝着时钟的身体涌去, 欲将他的身体埋葬。 时钟脚步蒙踏地面, 身体腾空而起, 天地间图属性灵气暴走, 瞬间化作一面墙壁挡在他的身前。 空, 一声巨响, 墙壁直接粉碎, 花风流手掌朝着时钟所在的方向伸出, 下一刻, 天地间像是出现了一只无形的大手, 直接将时钟的身体扣住。 前辈, 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弟子, 时钟吼道,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像是喉咙被无形的力量扣住了般。 现在知道了, 花风流黑发狂舞, 眼眸中的白色光滑更加妖艺可怕, 他伸出的手掌一颤, 下一刻时钟的身体猛然间砸落在地上, 轻石炸裂, 大地出现裂痕。 中围的强者纷纷退开, 随后在诸人震撼的目光注视下, 时钟的身体不断飞起又砸下, 轰隆隆的巨响声响彻在青州学宫的上空, 还混杂着某人的惨叫声, 这一片区域的地面, 都彻底被砸毁, 看得诸人一个个心惊胆战, 那可是公主级别的人物, 竟然被虐得这么惨, 毫无还手能力。 取久, 功名声终于停下, 大地也停止了颤动, 花风流手掌收回, 眼神重新恢复平静, 看着青州学宫一个个目光呆滞的强者, 平静的道, 脾气不太好, 见谅。 夜伏天眨了眨眼睛, 看着前方依旧优雅的白衣身影, 有些不敢相信温文尔雅的老师竟有如此暴力的一面, 不过, 真的帅呆了啊, 青州学宫的其他大人物也唯有苦笑, 见格格主冷清风开口道, 前辈, 此时的确是青州学宫做的不对, 以后必会补偿福天。 没有以后了, 青州学宫不配教他, 白衣身影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 冷清风无言以对, 的确, 夜伏天有他作为老师, 自然不需要青州学宫其他人教导了, 不过他们内心也放心了些, 既然是他的弟子, 至少不会因为怀恨在心而走向青州学宫的对立面。 只是, 花风流何时收下了夜伏天为弟子? 目光落在夜伏天英俊的容颜上, 冷清风眼神变了下, 忽然间想起了一件小事, 在秋为大考之前, 天妖山上有龙出没, 当时有一位少年胆子极大, 被龙运攻击昏死过去, 后来被花风流带走, 只是当时天岁已晚, 诸人的注意力都在龙运身上, 当他们注意少年的时候, 那少年已经被雷光淹没随后昏死过去, 再然后被花风流带走。 这件事情过去数月, 恩义渐渐被淡忘, 直到花风流和夜伏天一起出现在这他才想起, 原来, 夜伏天就是那被龙运攻击的少年。 走了, 花风流转身, 对着夜伏天道, 恩, 夜伏天点头, 随后和花节鱼以及鱼生一起跟随在花风流的身后。 老师, 您刚才太帅了, 那是武技还是法术, 为何我闻所未闻。 夜伏天在花风流身后问道, 以后你便知道了, 花风流回过头笑了笑, 夜伏天依旧好奇, 他目光看向身旁的花节鱼, 道, 妖精, 你告诉我。 花节鱼笑盈盈地看着他, 道, 你觉得我会吗? 额, 夜伏天看着花节鱼, 叹了口气道, 之前你站在我身前, 我还以为, 你喜欢上我了呢? 花节鱼脸上的笑容直接凝固, 狠狠地瞪了夜伏天一眼, 随后脚步追上他的父亲。 后面, 鱼生一脸崇拜地看着夜伏天, 当着老师的面条戏老师的女儿, 这究竟是老师还是岳父啊? 第二十九章秦魂, 夜伏天随花风流离去, 青州学宫诸人的内心却依旧难以平静。 恐怕, 他们很久都难忘掉那倔强身影了, 秋为大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学宫下达禁令惩罚, 他们没有多说什么, 就在黑雁学宫强势而来羞辱青州学宫之时, 却是他们走了出来, 拯救青州学宫的颜面, 光芒四射的他们被青州学宫的大人物们欣赏, 但却依然选择离去。 诸人也终于明白了花节宇和夜伏天是什么关系, 但不知为何, 他们却没以前那样恨夜伏天了, 以往所有人都认为夜伏天和花节宇在一起是对女神的亵渎, 但如今, 青州学宫外门弟子中, 除他之外, 还有谁有资格能够和花节宇并肩而立? 当然, 慕容秋对夜伏天的恨, 只会更加的强烈。 土行宫公主始终被轰成重伤, 然而竟只有一位公主级别的人物去搀扶她, 其余之人直接甩袖离开, 可见对时钟有多么不满, 因为他, 青州学宫怕是将损失近年来天赋最杰出的三位弟子。 若有一日, 三人明动一方, 学宫还有脸说他们是从青州学宫走出去的吗? 不久前才从别院离开的夜伏天又一次回到了这里, 让他感觉有些怪怪的。 伏天, 前方, 花风流坐下, 对着夜伏天喊了一声。 老师, 夜伏天走上前音道, 心中还在猜测老师究竟是什么身份。 此事多半之因是中一人而起, 此人心术不正, 我自会让青州学宫处置他。 然而, 青州学宫在青州城传道多年, 莫要因为此事记恨整个学宫。 花风流嘱咐道, 老师, 弟子心中明白, 夜伏天轻轻点头, 我有些疑惑, 你为何还要坚持离开? 如若你选择留下, 必然是会被某位公主人物看中。 花风流好奇问道, 我知道其他公主和时钟不同, 然而, 他们明知幕后一些事情, 却没有人阻止时钟对我下达惩罚禁令, 显然不愿因为我一个外门弟子对抗时钟的意志。 如若说那时我还不够资格, 那么今日一战之后, 青州学宫似乎依旧不打算因为两位弟子和一位公主人物翻脸, 这口气不顺, 自然不想再留, 更何况既已得罪了时钟, 留下来以后怕是还要受气, 难道我觉醒尽就要去和一位公主斗智斗勇? 叶福天有些郁闷的道, 至于被公主人物看中, 青州学宫的公主也不过老师抬手一挥而已, 有老师教导, 哪里还需要他们看中? 这, 深厚的余生越发崇拜了, 这马屁拍的, 难怪能将老师变成岳父, 厉害。 花节与鄙视的看了叶福天一眼, 却见花风流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看向叶福天的目光越发满意了, 道, 所言在理。 余生睁大眼睛看着, 这还真是, 一点也不谦虚啊, 老师, 您看外面的世界太危险, 稍有不慎便要废我修为, 以后我还是安心在此随你修行吧。 叶福天趁火打劫道, 不行, 花风流还没说话, 旁边的花节与便开口道, 这无耻的家伙, 什么叫外面的世界太危险? 难道他一辈子不出去不成? 爹, 你说过修行不仅需要苦修, 同时也需要与外界历练, 令我时常去天妖山战斗历, 他天赋这么好, 自然不能安于享乐, 需时常外出历练才是。 花节语道, 老师, 节语说的有道理, 既然如此, 以后我除了在这里修行之外, 外出便随节语一起, 由节语照顾, 老师也可安心些。 叶福天开口道, 你, 花节语彻底无语, 他委屈地看着花风流道, 爹, 你能放心他吗? 有何不放心, 你修为比他高, 他还能欺负你不成。 花风流笑着道, 可是, 花节语还想说什么, 却见叶福天公身道, 多谢老师。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 这时, 身后的余生挠了挠头, 弱弱地开口道, 叶福天回过头看了他一眼, 暗道余生真的越来越聪明了。 花风流笑看着余生, 道, 余生, 你是天生的战士, 需不断经历战斗的锤炼, 稍后我会给你一些高级法路防身, 你再去我的书屋挑选一些武道功法以及法术修行, 之后便去天妖山中历练, 不断挑战更厉害的妖兽。 我, 余生点了点头, 看来果然有些多余, 老师, 我呢, 叶福天有些期待, 之前学习了法路, 不知道老师之后准备叫自己什么, 你无法兼修, 两者皆要同时提升境界, 难道无事可做啊? 花风流道, 叶福天点了点头, 随后便和余生一起朝住书屋而去, 老师的书屋中藏书丰富, 各类皆有, 堪比小型的青州学宫藏书阁, 觉醒集雷属性法术天雷斩, 火属性法术坟祭, 叶福天挑选了两种法术修行, 名思苦想, 不知不觉中夜幕遍也降临, 雪花依旧飘落而下, 苍穹之上却挂着一轮弯月, 有秦英在别院中回荡, 秦娶安静祥和, 令人心尽空灵澄彻, 叶福天被秦英吸引, 他走出书屋来到别院, 便见本就英俊的老师在俯秦支持气质更显卓绝, 像是沐浴月神光辉, 大自在观想法自然运转, 叶福天像是看到了一个个跳动的音符, 在月光之下, 犹如精灵一般, 闭上眼睛, 叶福天坐在雪地之上, 心境彻底地放空, 他仿佛感觉到了自己沐浴月光, 晶朗的光辉洗练着身体, 渗入心间, 叶福天脑海中, 命宫内, 世界古术发出沙沙的声响, 那一片片树叶宛若一个个音符般跳动着, 那跳动着的音符交织着图案, 不断变得完整, 竟然, 隐隐化作一虚幻不情, 秦音依旧, 叶福天仿佛进入了忘我状态, 只有音符不断渗入脑海之中, 空灵成澈的心境, 让人格外的安静放松, 红尘纷扰, 此刻皆抛出脑后, 不知不觉中, 一曲中了, 叶福天却依旧闭着眼睛, 命宫之中, 除本命命魂世界命魂之外, 又多出了第三种命魂, 情魂, 叶福天内心有些震惊, 他知道自己即便运转, 大自在观想法, 想要造命魂依旧需要特定的条件, 然而老师一曲琴音, 竟让他造出了琴魂, 目光缓缓睁开, 叶福天看向花风流问道, 老师, 这是什么曲子? 月夜喜心躯, 花风流回应道, 我感觉听老师弹琴, 心境都在一点点变化, 精神感知力也在变强, 我想要学琴。 叶福天认真道, 精神力决定法师的境界, 若是琴曲能够让精神力提升, 对于修行绝对大有用处。 好, 花风流微笑着点头, 旁边安静坐在那的花节语看了父亲一眼, 父亲弹奏琴音法术, 看来是有意试探叶福天, 想要将自己的一锅传给他。 先学最基础的琴曲, 节语, 去拿曲谱来, 你来叫。 花风流目光看向花节语道, 我, 花节语眨了眨眼睛, 非常无辜地看着他的父亲, 旁边, 叶福天心中无比感动, 老师对他太好了。 听话, 花风流柔声道, 花节语恨恨地瞪了老爹一眼, 随后去取琴谱。 片刻后, 美人沐浴月光, 端坐于古琴前, 优雅端庄, 不过却似乎有些不情愿, 正在讲解着什么。 妖精, 你看这个音符如何弹奏, 叶福天手伸上前去指着曲谱, 不小心碰到了少女的小手。 花节语目光转过望向叶福天, 只见叶福天颤笑道, 晚上看不清, 不小心。 这是第几次不小心了, 花节语笑盈盈地道, 她的手放在叶福天的腰间, 随即拧了起来, 某人倒吸一口凉气, 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完美容颜, 痛病快乐着。 叶福天学习很快, 将基础学完, 便开始按照琴谱弹奏, 从声色到成熟, 渐渐蕴藏琴蕴。 叶剑身, 花风流已经去休息了, 但花节语却依旧陪在叶福天身旁一起学习。 此时, 叶福天双手抚琴, 身上四叶流露出几分神圣光辉, 当他指尖拨动琴弦, 音符跳动, 花节语的心静随之一颤。 只见叶福天双眸紧闭, 体内琴魂似在和古琴共鸣, 手指滑过, 琴音有魂, 那音符像是被赋予了生命般。 月光下, 少年英俊的面孔是那样的安静祥和, 双手像是有着魔力般, 让人跟随着他的指尖一起跳动, 花节语的心渐渐变得安宁, 美眸缓缓闭上, 静沉入其中, 在雪中入睡。 奇才, 房间中, 花风流听到琴音, 眼角带着一丝欣慰的笑容, 随后也缓缓闭上了眼睛, 在琴曲中入眠。 叶福天自身也沦陷其中, 像是入了魔般, 整整弹奏了一夜, 竟没有丝毫的疲惫, 相反, 只感觉心境无比的清澈。 第二日清晨, 她睁开眼睛, 只感觉自己发生了某些变化, 以观想法去感知天地间的灵气, 她的眼眸中露出灿烂的笑容, 她知道, 她法师境界很快就能突破到觉醒第八境了。 看到前方雪地中的少女身上覆盖着一层白雪, 披着的外套已经被打湿, 叶福天走上前, 轻轻地将外套取下, 就在这时花节与美眸缓缓睁开, 抬头看向叶福天, 叶福天颤颤一笑, 将手收回, 道, 外套失了, 怕你着凉, 我帮你脱下来。 真的, 离其他企图, 花节与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我是那种人吗? 叶福天看到妖精的笑容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你觉得呢? 花节与笑盈盈地道, 这时, 有声音传来, 余生走出了房间, 来到这边, 目光古怪地看着两人。 我走了, 你们继续, 余生说着大步离去, 一大早起来便打琴骂俏, 有没有考虑过余生的感受? 第三十章琴魔画圣, 叶福天在此于花风流的别院中住下, 俯琴修行, 有美相伴, 时间像是过得飞快, 不知不觉终已近年关。 这一天, 青州学宫有一头巨大的妖兽闯入, 是一尊黑色大雕, 青州学宫的人想要拦截, 大雕语意煽动, 化作狂风, 无人能够靠近。 黑色大雕上做招数未身影, 为首的是一老一少, 气宇非凡。 那里, 老者手指青州学宫某处方向, 顿时黑色大雕展翅而行, 路途中, 土行宫公主时钟出现, 怒喝一声, 放肆。 然而他话音刚落, 一道飓风直接降临, 狂暴的力量甩在他身上, 将他直接震飞, 妖兽上的身影甚至没有看他一眼, 而是直奔某座别院所在的地方。 别院所在方向, 有一道白衣身影迈步而出, 走到外面才踏空而行, 没有发出太大的动静, 来到了黑色大雕身前。 花风流, 老者见白衣身影出现, 冷笑道, 三年时间已到, 杰宇小姐呢? 三年时间还未完, 你们答应过, 不得打搅他。 花风流冷漠回应, 年关将至, 这几天你都不愿放过, 杰宇小姐天赋卓绝, 跟随你浪费三年时间, 还嫌不够。 老者冷吃一声, 没道就是没道, 花风流淡漠回应, 周末拜见秦摩前辈, 此时, 老者旁边的少年对着花风流微微欠身, 虽是客气, 然而他唇角的笑容, 却挂着几分少年轻狂之意, 隐隐有些不屑。 花风流扫了他一眼, 开口道, 你是谁? 当年师尊废掉秦摩前辈命魂, 这些年心中一直不安, 刻意命我前来看看秦摩前辈是否安好。 周末微笑说道, 花风流眼眸居然间变得无比锋利, 直视周末, 不过他也并未和一位少年计较, 目光望向身旁的老者道, 你带他的弟子前来, 是何用意? 这并非我的意思, 而是化身自己的想法, 周末, 十六岁, 荣耀境界, 职业, 召唤师。 老者淡淡开口, 花风流眼神锋芒闪耀, 瞬间明白了对方的用意, 随后他忽然间笑了起来, 黑发飞舞, 道, 当年他便已经输了, 如今想要让他的弟子赢回去。 痴人说梦吗? 我是孙肺调秦摩前辈命魂, 让前辈有生之年不得再入东海城, 哪里输了? 周末冷漠说道, 书银岂是你能懂? 花风流笑着道, 回去吧, 恕我没空招待。 哼, 既然如此, 那么年后我再来接人, 道师你若再敢阻拦, 家族那边定不会放过。 老者冷笑一声, 顿时黑色大雕扶摇而上, 朝着远处而去, 花风流看着那消失的黑点, 笑着道, 当年你便输了, 若是想要将希望放在弟子身上, 你会输得更惨。 别远中, 一曲中了, 夜浮天睁开双眸, 只感觉意犹未尽, 这些天老师没有在教他其他琴曲, 只有一首《月夜洗心曲》, 夜浮天除了修行舞蹈, 便是弹奏曲音,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舞蹈境界踏入觉醒第八重摆变境, 而法师境界, 则是连破两境, 踏入觉醒第九重归一境, 夜浮天自然明白是因为月夜洗心曲的缘故。 此时, 花劫雨正在刻法路, 夜浮天凑上前去, 走到少女身边, 轻声道, 妖精, 还要我继续弹琴吗? 不要, 花劫雨头也不回道, 不听弹琴, 那么说爱呢? 夜浮天又道, 花劫雨放下手中的刻路笔, 美眸笑盈盈地看着夜浮天, 身中灵气飞舞, 夜浮天连退几步, 道, 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不是君子, 花劫雨笑着道, 风计法术汇聚成形, 隔空朝着夜浮天击去。 谋杀亲夫了, 夜浮天转身就逃, 妖精已是荣耀法师, 哪里打得过? 杰宇, 别闹了, 花锋流从外面走来看到两人的闹剧开口道, 花杰宇这才收手, 瞪了夜浮天一眼, 这无耻家伙每天都要占自己便宜。 你们随我来, 此时, 花锋流又道, 夜浮天见老师似乎很认真, 便也严肃了几分, 点了点头和花杰宇一起随着老师的脚步而去, 这一次花锋流没有带他们去书屋, 而是前往花锋流自己的书房中。 花锋流的书房有书架, 书架后有暗格, 夜浮天有些吃惊, 老师将暗格打开, 并有非常重要之物。 暗格中四有几卷书, 花锋流取来, 随后递给夜浮天道, 浮天, 这些, 以后都传给你了。 夜浮天神色凝重了几分, 接过书卷, 上课字记, 苍山龙吟, 天魔乱舞, 霓装语衣曲, 这些不是书卷, 而是曲谱, 老师, 这些琴曲都是琴音法术吧? 夜浮天开口道,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这些的确是琴音法术, 我善琴, 有琴魔称号, 命魂为琴, 后被人所废, 胸围不尽反退, 且此生无法前行, 如今, 这些都传给你了。 花锋流叹息道, 夜浮天眼神闪过锋芒, 老师乃是天命法师他已经猜到了, 但是, 竟然被人废掉了命魂。 你别问什么, 我也不指望你为我报仇, 只是希望你好好修行, 莫要辜负一身天赋。 花锋流看着夜浮天的眼神道, 青州城对你而言太小, 并不适合你长久修行, 明年你踏入荣耀境界之后, 可愿渡东海前往内陆。 义父早已说过我成年后便要离开, 但具体何时, 我还需要和我父亲以及义父商量。 夜浮天开口道, 嗯, 年关已尽, 你也该回家了, 余生回来后我会让他直接回去。 花锋流开口道, 夜浮天轻轻点头, 略有些不舍, 他的目光又看向花结语道, 妖精, 没有我在身边要好好照顾老师和自己。 花结语一脸无语, 到底谁照顾谁, 在这里这家伙貌似除了修行所有杂事都是他干的吧? 还要脸吗? 终于要走了, 花结语似乎很开心, 喂, 什么表情, 夜浮天有些受伤, 你说呢? 花结语得意地笑道, 那我走了, 夜浮天开口道, 嗯, 花结语笑着点头, 夜浮天朝着门外走去, 走到门口回头道, 我真的走了。 好啊, 花结语依旧笑盈盈地道, 夜浮天叹息一声, 好受伤, 挥了挥手, 道, 老师, 明年再来看你。 说完, 便离开了这边, 夜浮天离开之后, 书房瞬间变得安静了下来, 花风流苦笑着摇头道, 这小子不在, 反而有些不习惯了。 爹, 你中毒太深, 花结语无语地道, 你呢? 花风流笑看着自己的女儿, 我, 花结语美眸闪烁, 道, 我自然很高兴啊。 三年之约已至, 东海城那边来人了, 今年一过, 你怕是便要离开了。 花结语目光忽然间望向外面, 显得有些怅然若失。 花结语美眸颤了下, 心中忽有强烈的不舍, 看着父亲落寞地身影道, 我留下来陪父亲。 傻丫头, 你母亲必也想念着你, 更何况, 你家族那边哪能放过, 能陪伴我三年时间, 我已经很满足了。 花风流轻抚着花结语的脑袋, 柔声道, 只是, 你这一去, 可能永远都见不到福天了, 刚才那一幕, 可能便是永别, 你竟还要弃他。 花结语内心居然坚颤了下, 像是被什么触动了般, 刚才少年含笑离去的一幕, 竟会是永别。 结语, 你喜欢福天吗? 花风流忽然间问道, 啊, 花结语美眸又是一名, 抬头看着父亲, 随即脸上像是出现一抹羞涩之意, 忙道, 爹,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喜欢那家伙? 真的吗? 花风流笑看着花结语, 道, 过了今年你便16岁了, 有权决定自己的人生, 你经历的事情太少, 还不明白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便可能是一生, 福天那小子我很喜欢, 聪明好学, 天赋其高却又刻苦, 看似风流实则多情, 像我当年, 我自信不会看走眼, 你若不喜便当父亲没说, 你若喜欢不想就此错过, 那么记得给彼此一个机会, 这几天你好好想想, 人生匆匆, 莫要让自己后悔, 花结语美眸呆呆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有些人错过了, 便可能是一生嘛, 你别看那小子天天围着你便以为会永远如此, 若是哪天你突然从他的生命中消失, 自然会有其他优秀的女人出现, 你们连恋爱关系都没确定, 可别指望这种感情有多牢固, 花风流笑着离开, 留下花结语一人还在那发呆, 少女的心思, 第一次被触动, 思考那朦胧中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情, 叶福天在身边的时候总感觉有些烦, 当他忽然不在了, 他竟也和父亲一样, 有些不太习惯, 想到父亲的话, 可能以后永远不会再相见, 少女的内心中更是有着一丝淡淡的慌乱, 像是有些害怕, 会永远失去什么?